欢迎收看港澳区会线上安斯日学 让我们一起研究上帝圣言 今课的题目是 向美接触福音的人宣教 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请正伙好教士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 我们感谢你 你似下你的话语 这个生命的良 这本的圣经 给我们 给我们去认识 也都给我们今天的学课当中 特别是讲到 向美接触福音的人宣教 我知道在圣经里面 基督也都是向推罗和西顿 宣教这个故事 给我们切除这些教训 也都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愿我们都能够学习 我们的先言门 我们的主耶稣 能够是 如何将神的福音传扬出去 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次又回来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今课的全新节记载在《马太福音》15章28节 耶稣说 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给你承传了罢 从那时候 他女儿就好了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祂不单单牧养以色列城市里的人 祂也都牧养爱邦地区的人 也就是说 祂为犹太民族和选民以爱的人服务 这个星期我们会学习 圣经里基督向推罗和西顿宣教的故事 并且如何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在《马太福音》14章34节 我们读到耶稣从隔离撒拉 带着祂的门徒 退到推罗西顿的地方去 为什么耶稣要将他们 从加利利带到这个已旧的地方 在今次的实地考测里面 耶稣带着祂的门徒 进入这个外国地区的边界 让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 学习到在加利利 无法轻易学到的东西 祂想救到门徒一些功课 祂要帮助他们准备好 接受呼召 叶束城里面所有的居民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史诗记》三章一到六节 也说留下这几个族 唯有事业那不曾知道 与加林争战之时的以诗人 好叫以诗人的后代 由知道又学习 未曾晓得的战时 所留下的就是菲利士的五个首领 唯一切加林人 西顿人 并驻尼巴嫩山的希末人 从巴历 黑门身 直到哈马后 留下几个族 说要试验以诗的人 知道他们肯定仲义和话 静摩西翻覆他们 列祖的戒命不肯 以诗人竟住在加林人 黑人 阿摩利人 比利洗人 希末人 耶布斯人中间 娶他们的女儿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并侍奉他们的神 我们从事实记三章一到老节 看到上帝怎样利用这些古代民族 来试验以诗人的信仰 不幸的是 至少在这个例子里面 上帝指问 并没有通过试验 他们同意族通分 因此 从一开始 这些人就是伊斯人的半脚蛇 我们从《列王记》上5章1到11节 也都可以看到西断人 和希帕洛人关系密切 儘管在某一层面上 经济联系是互外互利的 但是毫无疑问 希帕洛人仍然受到贸易伙伴的移扣 和嘔战崇拜的负面影响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列王记》上11章1到4节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有宠爱去多爱邦女子 就是摩颜女子 阿门女子 以东女子 西顿女子 喀人女子 轮到这些挂的人 也和话曾晓语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 因为他们必誘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却戀爱这些女子 所罗门有妃七伯 都市公主 还有笨三伯 这些妃笨有惑她的心 所罗门 年老的时候 她的妃笨 誘惑她的心 去随从别臣 不孝化她父亲大胃 成城实实地 信福也和话 她的上帝 今次的《章节列王记》上11章1到4节 揭露了这种负面影响 最后变得很糟糕 所罗门王 除了西顿的很多公主 后来这些公主 使得所罗门 敬拜西顿人的神 阿斯塔禄 尽管有异教和拜偶像的历史 再加上她对以斯文的负面影响 耶稣仍然带着她门徒来到这些地方 她的这种方式 开始了他们的跨文化城市宣教 并为耶稣门徒 树立了对所有的文化和民族 进行城市报道所需要的榜样 纵然今天福林信徒 城市宣教时 面临很多的挑战 其中包括健康和环境的问题 当中也包括昂贵的生活成本 种族主义 天见和对中共自由 和言论自由的限制 然而尽管存在这样的障碍 我们依然必须为城市而努力 对于我们应该如何向群众宣教呢? 在《马太福音9章35-38》 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再会堂旅教证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寒见许多的人 就连吻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于是对门徒说 而收的庄价多 造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价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价 主耶稣因为对广大的群众 怜悯而动情 我们会在城市里发现这些的人 在《路加福音19章41》 描述耶稣是怎样为耶路实兰哭一 我们或许无法了解耶稣对他的儿女的爱 有多深 即使是对那些住在城市里 身份不明的人 这个就是为何在《马太福音9章38》 耶稣叫我们要祷告 他说这样我们的动机和心意 才会与他相似 此外在《马太福音4章23到25》 在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 那些人来自哪些地理位置呢?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证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聚里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父的 癫痫的 痰痕的 都大了来 耶稣就自好了他们 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底加坡里 耶路撒冷 犹太 约旦河 在《马太福音4章25》 今处耶稣大批群众 或者是来自加利利 或者是来自东边 由石座城组成的城邦 底加坡里 救人声是来自耶路撒冷 和来自南边的犹太地 除了什玛利亚之外 还有这一区是漏了呢? 哦,原来正是 推来和西顿 沿海地区 这个肥利基的一部分 地中海 沿岸 和加利利的西北部 我们现在可以明白 耶稣为什么要去到那里了? 此趟推来和西顿之旅 是耶稣跨文化宣教旅程之一 对此 繁忙的市场 还有停满船只的海港 怀尔伦珠 沿岸 和加利利的宫殿 或者是繁忙的市场 和西顿之一 并不足够的 他们需要主耶稣 圣经学者相信 二十二到二十二到二十八节 耶稣说 父人说 主也不错 但是狗也吃他主人 桌上吊下来的碎渣 耶稣说 父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了罢 从那时候 他女儿就好了 马赫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三十节 耶稣从那里起 往去罗西顿的境内去 尽了一家 不愿意人之道 却隐藏不住 当下 有一个妇人 他的小女儿 被污鬼附着 听见耶稣的事 就来腐伏在他脚前 这妇人是欺利离人 属罪利非离基族 他求耶稣 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 耶稣对他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了儿女的饼 雕吸狗吃 妇人回答说 主啊 不错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 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 耶稣对他说 因这句话 你回去吧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他就回家去 见小孩子躺在床上 鬼已经出去了 请大家注意 马太是怎样利用 这个母亲的国籍 或者种族来描述他 就是加林人 而马赫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用附加的字眼 形容这位母亲 为希腊人 或者爱邦人 然后提供额外的信息 就是出生在 聚里亚迪肥尼基 或宿聚里肥尼基族 而今次也是圣经里面 唯一一次用这个词汇 思考一下马太福音15章里面 这个故事将如何影响主要受众目标的背景 和世界观 马太的受众认为 这位母亲是一个可憎的异教徒 原因是来自犹太人 和加林人的历史经历 加林人是一个弊偶像的民族 他们邪恶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私的叛脚石 连耶稣门徒也都没有考虑到 这位妇人的信心 更何况是上了角度一部分的可能性 在马赫福音第七章 马赫的爱邦人听众 和马太不下的听众 会有不同的反应 爱邦人和犹太人 与加林人的经历不同 相反地 爱邦人会对这个妇人产生的认同感 耶稣医好了他们其中一位 对于爱邦人来说 无论这位母亲的种族 和民族的背景如何 他都会被视为是一个关心女儿的命运 希望耶稣医治他女儿的慈悟 在约翰一书以章二节 告诉我们知道 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他为我们的罪作烈挽回制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上帝想要每个民族都经历他的救恩 我们受到呼召去承接他的使命 好消息的是 我们未必一定要到天涯海角 去找未接触福音的人 在所有的生活背景下 都有仲未对福音做出回应的人 他们或者是住在我们旁边的邻居 我们的同事 同学 客户 病人 或者学生等等 在城市中尚未接触社区里 有很多渴望得着希望的人 在基督的时代 是什么阻止了上帝的子民 将尼塞亚的希望 带比像像推来和西顿 这样的外国的城市呢 原来是这个国籍 种族 或者是骄傲和这个偏见 让上帝的子民就盲目了 他们看不见那些与他们最接近的人 所渴望得到预言里面的这个解释 有关基督第一次降临的盼望 在今天在城市里面 有很多的族群 耶稣基督希望他的子民 能够向他们分享 主耶稣第二次降临 那所盼望的福 就如同耶稣 不在乎他们的国籍 或者是种族 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是紧紧于话 在现在我们一许去阅读 以下的经文 也都是总括这个圣灵的教导 在士图行转第十章九到十六节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比德约在五正 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 比德就温柔障碍 看见天开了 有一物降下 好象一块大布 是在四角 垂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 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彼得 却说 主啊 这事不可的 凡竹物或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上帝所结证的 你不可当作是续物 这样一年三次 那物 随即 收回天上去了 使徒行转十章二十八节 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 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 但上帝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 续而不结正的 使徒行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比德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那竟为主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愉了 在等待午餐的时候 比德看到屋顶有关食物的异象 在桌布上摆满了不绝静的动物和料理 在这个异象中 他三次得到指示要起来吃饭 上帝使用这些异象来对抗 比德对爱邦人宗教的傲慢和偏见 比德最后终于了解这个真理 比德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那竟为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愉了 我们如何将这些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以及基督徒对于成事的使命 在目世的呼召中 那些偏见让我们看不到成事的需求 耶稣内心地教导他的门徒 他们还活有完全理解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 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大家庭 而不仅仅为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民族 我们也都有责任在分享福音时候不忽视任何人 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偏见或者偏差 以完成我们对成事的使命 在路交福音十八章八节里面 耶稣在讲完祂的一个比喻之后 就提出这个问题 说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身为耶稣今天的门徒 我们需要看看耶稣在寻找什么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正在寻找 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够发光的信心 我们一起看以下的经文 在这章节里面 耶稣所描述的那些有信心的人是哪位? 马太福音八章十节 耶稣听见就稀奇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 他们出去耶利哥的时候 有极多的人跟随他 有两个客子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就陷着说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众人集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 他们就越发陷着说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 叫他们来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慈心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 他们立刻看见 就跟从了耶稣 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 包括了那些在黑暗城市里面 因信心闪闪发光的人 在迦伯罗 耶稣特别提出了 几个有信心的人 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和十三节里面 我们见到一位已经信主 并拥有强大信心的伯父像 而在马太福音九章二节里面 我们也都见到四位充满信心的好朋友 他们把屋顶拆了 说要将他们疼瘫的朋友 带到耶稣那里 而在马福音十章 我们见到曾经是盲人的八大米 他的信心在耶利哥城里面 闪闪发光 同时 我们期待在上帝的指纹里面 会有强大的信心 但即使在耶稣的故乡拿撒纳 小信 甚至是赤裸裸的不信 也成为耶稣宣教的叛脚石 耶稣和他们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有几次提及意思地说 你们这些小信的人 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好像耶稣叹息地说 爱者又不信又拨貌世代 由此可见 在耶稣时代 在意识人中 很难找到一个有信心的意识人 反而在爱族里面找得到 因此我们应该得到的教训就是 信心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包括在一个城市里面的异族人 异教徒 不论他们所属的社会 文化和信仰背景是怎样都好 我们需要承认 如果不首先摆脱对他们的黑板印象 偏见和歧视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 威吟害人群服务 因此我们需要向上帝祷告 将我们从这一类的偏见当中解放出来 各位 现在我们又来到挑战的时候了 这个星期的挑战是 在祷告当中闯开我们的心扉 向上帝祈求更大的信心 与远近的人分享你的爱 进阶挑战 你是怎样知道耶稣和宝贵的三天使信息的呢? 请列出在你个人生活当中 从耶稣所经历的三个属灵祝福 准备和你的安息日学的学员分享这些概念 《怀爱伦》《评越宣布》当中有这一段的说话 伟大的救主主耶稣曾经为这些身灵写命 祂可以唤醒他们的冷漠 祂可以唤醒他们的同情心 祂可以软化他们的心 祂可以向他们的灵魂 揭示真理的美丽和力量 传福音的大师是上帝 而不是有限的人 然而祂呼召人成为媒介 祂可以透过这些人将光明传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 上帝在所有教会中都有宝石 我们无权全面谴责自称有宗教信仰的世界 但要本着谦卑和外心 将耶稣女的真理呈现给众人 让人们看到虔誠和奉献 让他们看到与基督相似的品格 他们就会被吸引来就真理 他们要高举世人的救赎主耶稣 他们要宣扬生命之道 今课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课的题目是 《以斯帖黄末抵改》 结束的时候 请郑牧师做个吐告 阿们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以斯帖黄末抵改》 prev Sup ub 开舞后 优优独播剧百分歌 史统